这架飞机刚刚起飞 担惊50秒之后 被以诡异的姿势砸向地面 机上人员无一幸存 大家好 这里是气温观察室 我是长风 在1979年的美国 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空难 一架则有271人的飞机 在起飞过程中 引擎竟突然脱落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飞机坠毁了 这是至今为止 美国本土伤亡最多的空难事故 那么当年飞机上究竟发现了什么 导致这场悲剧的罪亏祸首 竟然还能从中获利 下面我们就先穿一回1979年 带大家重新梳理一下 这些空难的细节 奥黑尔国际机场 是美国重要的航空枢纽 为芝加哥市中心西北27公里处 该机场自建成之后 一直非常繁忙 曾经是世界上客流量最大的机场 至今依然是世界上起降次数最多的机场 每天起降飞机的数量达到了2000架 1979年5月25日 这一天是周五 也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 美国人民在缅怀那些因战斗而牺牲的士兵之时 并没有意识到 这一天也成为了他们航空夜最黑暗的一天 因为是节日 接下来又是两天周末 大家都想着趁假期出去散散心 让本就繁忙的奥黑尔机场 更是人满为患 我们今天讲的主角 美国航空191号航班 同样是近乎满源 一共搭载了258名乘客 还有13名机组成员 也有不少人是赶往洛杉矶 参加出版商年会的文学界人士 191号班机 是隶属于美国航空公司的一架 麦克唐纳道格拉斯DC-10-10型客机 注册编号N110AA 于1972年2月25日交付 机灵七年零三个月 累计飞行时间两万个小时 在很多飞行员的心里 这是一架非常棒的飞机 这一天 飞机需要从芝加哥奥黑尔国际街场 飞往洛杉矶国际街场 机长是53岁的沃尔特·鲁克斯 飞行经验非常丰富 累计飞行时长两万两千个小时 其中直飞DC-10机型已经有八年了 几乎是在DC-10机型 刚刚投入商业运营 它就开始直飞此机型了 算是一名老将了 本来沃尔特今天是要休假去看儿子的 可同事临时有事 他才帮忙带飞一下 副机长是49岁的詹姆斯·迪拉德 累计飞行9275个小时 飞机工程师是56岁的 阿尔弗里德·尤道文斯 累计飞行1万5千个小时 这三位经验丰富的机组人员 对于这样的日常飞行任务 可谓是张飞吃豆芽 小菜一碟 根据天气预报显示 当天天气晴朗 万里乌云 虽然风速有22节 但是并不影响飞行 此时的乘客们 正安心地等待起飞 他们还可以在飞机上面 通过B露电视 观看飞机滑行和起飞的过程 这是美国航空 为乘客新开设的服务项目 可没有想到的是 这项服务 却让数百名乘客 亲眼目睹了 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 这是何等的绝望 下午2点50分 所有乘客已经登机完毕后 机组人员接收到塔台的信息 美航191 下午好 请滑行道32R跑道等待 副驾驶回应道 美航191收到 滑行道32R跑道等待 谢谢 下午3点02分38秒 飞机再次接到塔台的消息 美航191 可以起飞 机长回到 收到 美航191准备起飞 随后飞机就开始在跑道上面加速滑行 本来这一切都是按部就班 没有出现什么异常 然而就在飞机在跑道上 滑行了约1800米的时候 机长的塔台工作人员 看到了 骇人的一幕 191号班级的1号引擎 突然向上翻转 然后翻过了机翼顶部 最后完全脱落 砸到了飞机跑道上 同时1号发动机掉架附近 还有白色的雾气冒出 这实际上是液压油的泄露 飞机还没有升空 引擎又掉了 这样的场面看起来十分吓人 不过好在 DC-10-10机型 配备了三个引擎 即使掉了一个 只要没有其他方面的故障 机组人员完全是能够应付的 因为在日常的模拟训练中 失去一台引擎 将飞机安全降回机场 这是每个飞行员必修的演练项目 因此事情到了这一步 依旧有挽回的余地 塔台的工作人员着急地报告 快看快看 设备 我需要救援设备 它的个引擎炸飞了 见鬼 同时也向机组人员发送了消息 191号班级 你们降落回来 需要降落在什么跑道 可并没有收到机组人员的任何回应 得到消息的机场 马上进入了紧急状态 并联系了救援人员和车队实时待命 不过这些 对于191号班级的机组人员来说 他们并不知道 而此时的飞机内 在引擎脱落之后 机组人员突然感觉到 飞机震动了起来 但他们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因为在飞机里面 是看不到引擎的脱落 紧接着致命的就来了 机长沃特面前的电子仪表盘 突然全部熄灭 经验丰富的他 立马意识到是1号引擎出了故障 因为1号引擎 是负责给机长这次的电子仪表盘供电的 虽然有备用电源 但需要飞机工程师转动座椅 松开安全带 然后站起来操作 这一般是飞机在空中 站在飞行的时候操作的 并不适合起飞和降落阶段 而此时的飞机 已经达到了升空的速度 无法重置飞行 只能让飞机继续升空 再找机会让飞机降落回来 随后机组人员开始全力抢出飞机 立刻执行发动机故障检查单程序 并且按照紧急程序的标准操作 将飞机的速度从165节调整到了153节 153节是飞机在发动机出现故障后 依然可以安全爬升的速度 这样的操作 确实是挽救飞机的最佳做法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1号引擎在脱落的过程中 上方的动作切断了机翼上方的液压油管路 而这个液压油管路 是控制左机翼的前缘缝翼 并且让它们锁定到位的 前缘缝翼的作用 通俗点来说就是 打开后可以减少起飞和降落阶段的飞机速度 191号扳机在起飞之前 前缘缝翼就已经打开过了 但由于油路被断无法锁定 在强大的空气负荷之下 左侧的前缘缝翼又被吹了回来 可不要小看这个因素 这导致左侧机翼的时速提到了159节 而右侧机翼的前缘缝翼是打开的 所以时速依然是153节 这是极度不平衡的 随着左侧的时速 飞机开始向左倾斜 重点是 失速警报只会显示在机长的仪表上 机长的操作感也会抖动 副驾驶的仪表上并没有相关信息 但由于1号引擎的脱落 机长的仪表盘没有电 所以此刻机组人员并不知道飞机的左翼已经失速 当机组人员意识到飞机在向左倾斜 只能试图用副翼以及右舵将飞机扶正 可这样的操作 注定是无法挽救一架左翼失速的飞机的 很快飞机向左的倾斜度已经到了122度 而此刻飞机只有近100米的高度 留给机组人员抢救的时间非常有限 50秒之后飞机在距离跑道尽头约1400米的一处旧飞机库 坠毁了 由于飞机满载21000加仑的燃料 所以坠毁之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毁灭力巨大 除了发动机和尾部之外 绝大多数零件都被摧毁了 街上258名乘客和13名机组人员无一幸免 全部罹难 还造成了附近修理厂的两名员工遇难 两人严重烧伤 在飞机坠毁前的最后时刻 一位路人拍摄到了一张191号班机的最后声音 此次事故重大 灾难发生了15分钟之内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就受到通报 并且组成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小组 当天由华盛顿赶往芝加哥 着手调查这起可怕的空难 均目击者反馈 直到飞机出事之前 左侧的引擎已经脱落 所以调查小组并分两路 一路人检查已经脱落的一号引擎 另一路人则检查飞机的残骸 并寻找飞机黑匣子 很快在飞机跑道上 找到了一枚断掉的螺栓 看上去这是最先从飞机上面脱落的零件 通过检查确定 该螺栓是固定发动机的关键零部件 DC杠式机型两次的发动机 是通过一个吊架固定在机翼上的 而固定的方式就是靠三根关键的螺栓 前面两颗 后面一颗 因此调查人员就认定 这场空难事故的原因长到了 就是因为这根螺栓的质量不过关 在飞机起飞前断裂了 导致剩下的两颗螺栓不堪重负 等螺栓全部断裂后 飞机引擎就脱落了下来 调查小组马上就开播了发布会 想世人宣布了这个结果 为什么要这么基于宣布结果呢 因为该机型飞机已经发生过三起事故了 群众是怨声载道 有人就开始怀疑飞机的设计有问题 宣布这个结果 其实就是想告诉世人 事故原因并不是飞机的设计缺械 可实际情况 真的是因为一根螺栓吗 并不是 调查小组中的一位金属专家迈克马尔斯 有了不一样的发现 他仔细检查了那枚螺栓 发现断裂出狠心 因此他认为 螺栓是在空难事故中断裂的 而不是之前有断裂的 迈克开始检查飞机过去 所有的维修资料和记录 试图找到空难发生的真正原因 果然 在飞机试试两个月前的一次维修记录中 发现了问题所在 维修的配件正是一号引擎 根据迈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提供的 正常维修步骤 需要先将引擎从吊架上拆下来 然后再将吊架从机翼上面拆下来 安装的时候同样 先将吊架装到机翼上 再将引擎连接到吊架上 但吊架和引擎之间 有上百个连接单元 拆卸和安装起来 十分的耗时耗力 于是美国航空公司的维修部 就想了一个省时省力的方法 将引擎和吊架 作为一个整体拆卸 因为吊架和机翼 只有三根螺栓连接 这样一来 只需要动三根螺栓就可以了 起码可以省下200个公尺的时间 真是个大聪明 可这样的机制行为 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引擎重5吨 吊架重1吨 如果将这两样作为一个整体 要将6吨的东西 完美地用三根螺栓固定住 并不容易 加上它们使用的托举设备 精度不达标 维修工在调整安装时 无略精确地对准 吊架的吊载点 经常会受到撞击 维修工甚至会使用蛮力 这些都造成了隐患 由于受损点的空间有限 不于检查 所以维修人员并没有发现 金属裂纹 当飞机飞行时 金属裂纹不断扩大 最终导致了吊架隔板断裂 发动机从机翼上面涂落 因此迈克认为 这套省时省力的聪明行为 才是这些空难的罪魁祸首 随后在飞机残骸中 找到的吊架上 确实有成就的裂纹 这近乎证实了迈克的猜测 飞机的黑匣子和通话记录器 也被找到了 不过通话记录器 是由1号引擎供电的 所以录制到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副驾驶所说的那句 好在黑匣子中的数据是完整的 黑匣子中的数据 记载了机组人员 努力挽救飞机的全过程 调查组还利用了模拟器 模拟了191号扳机出现的状况 当情人缘意缩毁的时候 飞机马上就响起了 失速警报的声音 驾驶干上的抖动器 也会抖动警告 但是当失去1号引擎 可液压油管断裂后 机组人员便无法收到 飞机的失速警报信息 如果机组人员 按照引擎故障的标准程序来处理 反而会让飞机更快的失去平衡 导致坠毁 搞新冲的来龙去脉之后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很快就发布了这次事故的调查报告 指出这起空弹的直接原因 是左翼外侧的前缘缝翼 在液压油管断裂之后被风吹毁 导致飞机两侧的时速不一样 飞机失去平衡 而机组人员得不到左翼的失速提醒 只能按照引擎故障的标准程序来处理 这样的操作 让飞机倾斜度越来越大 而当时的飞机 只是在100米的高度飞行 留给机组人员的抢救空间很小 最终在50秒之后 坠毁了 调查组认为 美国航空公司的维修部门 负有主要责任 机组人员按照标准程序操作 全力地在抢救飞机 不应该对空难负有责任 比较讽刺的是 很多空难事件之所以会发生 多数是跟机组人员 没有按照紧急程序操作有关 而这架飞机 却是在飞行员 完全按照紧急程序处理的情况下 而坠毁的 在清楚了空难的原因之后 调查组立马对所有航空公司的 DC-10机型进行了检查 这一检查 不由让所有人都挤背发量 很多架的航空公司的 飞机掉下隔板上 都发现了救的裂痕 如果这些裂痕没有及时被发现 后果将不堪设想 DC-10机型的载客量 在300左右 一次空难足以葬送数百人的审命 美国联邦航空局认为 问题非常严重 很可能飞机的设计也存在问题 所以在6月6日 干脆就撤销了DC-10的飞行许可 实施了紧急停飞 6月26日 美国联邦航空局 又发布了联邦航空特别条例40 净分于美国境内 所有DC-10飞机 TACO的DC-10飞机 也不允许进入美国 这则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 要知道 当时的DC-10 是很多家航空公司的主力机型 如果停飞 它们将面临巨大的损失 而作为DC-10机型的厂家 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 受到的影响最大 为了让DC-10重新飞上蓝天 麦道公司马上针对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改进 首先 对机翼前缘凤衣的压压系统 增添了保险装置 这样 即使压压系统漏油 前缘凤衣也不会被风吹回来 其次 对湿速警告器 以及前缘凤衣不对称的警告器 增添了备用电源 这样 即使失去了一个引擎 报警 依旧会发出 最后 飞机的仪表系统 也改用多个发动机供电 副驾驶 也安装了湿速抖动杆 这样就有了双保险 除此之外 麦道公司还提供了 非常详细的维修说明 并且对航空公司的维修人员 做好培训 力求让每一个人 都掌握到正确的维修流程 将各种隐患 置于萌芽当中 麦道公司在做出这一系列的改进 以及对所有隐患飞机 做出了维护之后 终于让DC-10飞机 被允许飞向蓝天了 在此次事件中 美国航空公司 因不遵守标准程序 违规维修 并造成了巨大空难 被美国政府吹了50万美元的发金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当然没有 保险公司向美国航空 赔偿了2500万美元 对 也没有听错 他们反而赚了一笔 而麦道公司的日子 可就不好过了 虽然这些空难的主要原因 是维修不当 但是人们对公司的观念 已经产生了重大变化 DC-10本身 也不在乎航空公司的好评 麦道公司的股价 急跌20% 1979年10月31日 仅距离191号空难 5个月之后 美国西方航空 2605号班机 采用的也是麦道公司 DC-10机型 在降落的墨西哥城时 错误地降落在一条 封闭的跑道上 与跑道上的地形车相撞 造成73人死亡 包括地面一人 另外还记得我们之前 讲过的起 世界尽头的空难吗 发生时间是1979年 11月28日 也就是191空难半年之后 其采用的飞机机型 也是麦道公司的 DC-10机型 那场空难 机上257人 也是全部罹难 频频发生的事故 使其安全性能 受到了人们的质疑 飞机销量 更是不断下跌 虽然麦道公司 一再努力 公司员工还发起了 我为DC-10感到 自豪的运动 试图挽回这个局面 但显然无济于事 1989年 DC-10宣布停产 1997年 麦道公司 陷入困境 被竞争对手 波音公司所收购 我们回顾这些空难 或许有不少乘客 在飞机坠毁前 通过飞机上 配备的壁路电视 亲眼目睹了飞机 逐渐坠毁的过程 这样的场景 对于他们来说 是何等的恐惧和绝望 难以想象 273人的性命 倒在了维修部门的 审时审利上 究其根源 我想还是其 对生命的不敬畏 飞机作为如今 重要的交通工具 每天都承载着 成千上万的生命 飞上满天 承载着 无数家庭的幸福和欢乐 任何环节都容不得马虎 每一个细节 都应当严格把控 任何一个普通工作者 将平凡做到旗帜 那就是非凡 好了 那以上就是 美国191号版级空难事件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订阅 还可以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 我的任何影片了 我是昌风 我们下期再见